填进去用手 这样活一段 轻轻松松能转起来的话 这个片硬度不够的话 那我们就调这个压力 把这个调松 这个腿拿出来的 一般从来就是调松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这个压力朝下 炒一下 再是第二片 这个硬度是不够的 轻轻松松 再让它下抹下去 再把它填下去 上面把它搞瓶 再上面装动 基本要多四几片 你看像这个片就薄了 两个片比起来 是吧 我们要把那个填充的那个 平整度要调好 像这样的话 下抹的平整度 不过这个中抹没平起 那我们就把这里 这个螺丝 把它拧松 调平整度 上面这个螺丝 然后向左边转动 像这样向左边转动 你看 它就起来了 要调平它就可以了 如果是高了也不行 低了也不行 如果是这个下抹比这个中抹要高的话 那向右边转动 用个手抹 这个边缘 模具的边缘 起这个中抹平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模具它是一个凹型 如果是中间 平那个中抹的话 那边缘已经高出来了 所以只能这个模具的边缘 起这个中抹平就可以了 好调好过后 我们把它卡住这里 那如果是调那个深度的话 片子的厚薄的话 也一起讲一下 这样 让模具自然的 转到调 最下面 那如果是要调深度的话 片子的就是厚薄 向右边下面这个齿轮 向右手边转动 模具的这个下抹这个杆 它就向下降 但是一般的呢 下抹的厚度只有这么厚 那个中抹啊 中抹板的厚度只有这么厚 那个下抹 最少也要去平起它这上面 不能钓于这个孔 中抹这个孔 钓于这个中抹这个孔 那就不ok的 所以一般们 这个下抹降到最低的时候 这个 这个杆属于是管那个下抹杆的 下抹杆平起这下面就ok了 那如果是片子要减薄 也就是 向左边转动 这个齿轮 向左边 像左手边这样转动 看里面 它那个齿轮它就会上升的 它会上升的 片子它会剪 那个剪薄 那好了我们再试一下一片 看这个的时候 你看它都有一点点那个紧了 那个用手轻轻这样 可以搬动起来 看到没有 那片子就薄了 用手这样去搬它一下 它就很硬 看到 掉下来它就很硬 这种呢它是片子薄了 像这样就薄了嘛 那我们就再把它调厚一点 调厚一点 刚才说了 这个朝右边转动 朝右边转动它就厚了 那我们把它降下来看一下 是吧 再试一片 那我们调了厚度的时候 片子的那个厚度压了过后 那我们把这个压力要调一下 向下 要调一下压力 那不是的话 等一下压出来它不紧 一般调压力的时候 不要一下子拉得太多 拉太多的话它会 就是所谓的叫卡机 我们叫卡机 也叫顶车 有点紧了 看没有 这两个片是不是 这个片要厚一点 是吧 正常的片的厚度 基本上就是 三毫米以上才可以 三到五毫米的厚度 就是正常的片子的厚度 低于三毫米它要被片 它就容易坏 太厚了也不好看 那我们可以这种呢 可以把这个硬度 再加那么一点点 不能加太多 加太多了也就不行 滑一点点 一般上这种滑一格就可以了 就慢慢来调一下 把它拧紧 这里千万干拧紧的螺丝 这些就要把它拧紧 我们再试一下 所以有点紧了 好 这样转上来 这个片就很漂亮了 很光泽 是吧 硬度过后面就很硬 看一下掉在地上 正常的片就是一米二左右 这样掉下来它不烂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调好这一步过后呢 那我们要把料杯装上去 就下料杯 把这个 装上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这里要卡 这个调好过 要把这个下面这个要卡住 这里卡住 才把它扔上去 不用扔得太紧了 反正能有一点点紧就可以了 再把这个下面这个螺丝扔紧它 拧到位 拧不动为止 那好了 下面拧紧呢 就再把这个螺丝 用66脚 把它拧紧就可以了 那好了 这步做完之后 我们用手 转动 先用手转动 看看它有没有装对 所以 正常装对了过后 它这个下 上冲下来的时候 它的料杯是跑到一边去了 这样 那好 那我们这样再加一点物料 我们放到这个斗里面 用手这样转动 先用手转动 先压一片出来看一下 一个手就不行了 就用两个手 有时候还紧一点 好 起来过后看弹出来了 看一下这个片 都不OK 如果OK了 再通电 好 我们把电拿过来 把电源拿过来 把这个皮带里面给你盖上 好 该锁的 就通电之前 该锁的地方 先把锁上去 好 把这个料斗 这个料斗 我们的机器上有随机有配 插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上面可以这样敲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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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工后再加进去 再来拆电 再加进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